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 现在关键是台湾方面应该有诚意 确实来推动两岸的直行和两岸的三通 你说的这个说法我也注意到 有些台湾的人士甚至提到要从琉球走 也就是从曼谷走 这不是越绕越远 本来这个是从港澳绕 还是在我们中国的国境那里绕 你绕到亚洲去 再绕到欧洲去 那有什么必要呢 所以这个做法已经非常是不得人心 我想就至于你说到这个国际上面的介入 我觉得更没有必要 因为我们国内的航线 我从上海飞北京有没有国际介入 没有 你台湾的从台北到高雄 有没有国际航线 没有 不必要 请问发言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今年这个关键下面有关部门的统计 今年春运期间呢 下金直行的人数台商反台 台湾方面不把这个台湾独立和分裂 这种势力这个活动 这个采取有效的措施 而且再推爆住来 那么这个两岸的这个稳定就很难说 所以根子在台独和分裂势力 如果台湾方面明确地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 承认就是共识 使现在推行的建计式的台独 能够终止 那么我想这是两 这个是最安全的 最可靠的一个措施 我也提一个关于汪固见面的问题 美国的郭卿鲍鲍尔先生 刚刚到北京来访问 江泽民主席跟胡锦涛副主席 唐外长都见了 对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 包括涉及的台湾问题 这个中美的两边都重申了过去的一关的立场 我想不管这个国际形势有什么样的变化 中美这个关系 我想不会到目前 至少到目前为止 并不会受到一些什么像 包括伊拉克和战事的影响 不对台动我 请问国际台办对这个说法有什么样的 发布会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